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屋 海 路等四个主题组成的乌托邦路 在赛奇金公园入口可以看到一号作品《冀州石墙》 现在离开赛奇金公园经七十里施公园 一边走在延伸至天地渊瀑布停车场的临间小路 一边可以欣赏美丽的艺术作品 提到冀州最先想到的就是石头 通过逐个堆积布满气孔的玄武岩石子 重新创建的这件环保作品 正在告知它既是作家散步路的里程碑 又是出发的第一步 四处涂上的草绿色代表着石台 随着时光的流逝鲜活的草绿色石台 定会怀抱美丽的冀州石墙 感谢 обсужд